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下今天的月线一跌破就出现击杀的动作 月线在一万零一百点所以被跌破了 跌破月线之后出现了击杀的行为 那为什么会出现跌破月线的现象 因为亚洲市场并没有很弱 除了台股之外亚洲市场并没有很弱 那跌归跌你看首额指数跌归跌只跌了0.08 但台股却跌了0.54 那中小型股更厉害 OTC指数跌了1.51个百分点 所以引导今天大盘沙盘的重心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内资 为什么会那么恐慌 唯一能够找到的理由就是我们跟巴拿马断交 我们跟巴拿马断交之后 大家会担心台湾的外交环境越来越困顿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当然会造成一个现象 就是短线上面而言 那么投资人一般的投资人会担心这个问题 就我们叫local 就是内部的一个投资人就相对来讲站在卖方 好这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的理由 但也似乎就是这个理由 因为巴拿马我们跟巴拿马断交之后 那巴拿马运河上面 本来在走那个长荣海运 在这个在巴拿马运河上面走 那是不是受到影响 他就受到影响 盘中击杀到跌停 好这就是长荣为什么击杀的原因 好应该就来自于巴拿马断交 但是问题的重心点是巴拿马断交 台湾的部分是不是外交陷入困境 我们早就陷入困境了不是吗 好那问题的重心点是 会不会产生骨牌效应 这个没有人会知道 但是我比较肯定一件事情就是说 现在台股的一个部分出现的击杀 它是非经济因素 就它不是不是因为国际环境不好 或者是台湾的本身的问题都不是 它只是相对来讲称之为非经济因素 不是经济面影响 那这种击杀的行为通常比较短线 也就是大概消化个两三天之后就消化掉 但是也不能不能说完全不去管它 我跟各位谈过 就是说股市的一个修正 你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要正视一下股市的修正 所以呢 我先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 没有办法去评断巴拿马跟我们断交之后 未来我们的邦交国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知道纯粹就股市的角度来讲 纯粹就股市的角度来讲 这叫非经济因素 所以杀下来它应该是一个机会 因为你很恐慌 我相信你很恐慌 因为这种杀盘很难不让人家恐慌 尤其在这个阶段 有没有那种急杀 所以呢 为了让各位知道未来台股的一个发展 那我跟公司申请了一个演讲会 就是说明会 我想亲自跟各位来谈一谈台股未来的发展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这种杀下来之后 我当然认为是机会 那这个机会会放在哪里 是哪些个股它具有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我想我们先把这个演讲会场 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6月17号本周末 6月17号礼拜六 早上在桃园下午在台北 那我的投资讲说是万点新思维 赚钱新契机 你不要跟我谈说一万点跌下去怎么办 那个基本上我认为 就算跌下去也是你买件好股票的最佳时机 对吧 我想这场说明会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报名 因为在会场当中 我会跟你分享一档 我认为具有孤门独市效应的好股票 好不好 就是礼拜六的早上在桃园 下午在台北 你打电话进来报名 要报名 才能告诉你这个地址在哪里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报名 好那我想在这场演讲会里面 我准备了几支股票 一支股票叫做态度从容 我为什么跟各位谈这些股票 其实重要的关键点是 你要了解到它的具有的一个特殊性 我的选股它通常具有特殊性 通常具有特殊性 当然技术面的形态里面 它是一个两线多头的 那这档态度从容 大概是这样 我并不打算秀给各位看 但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对它的一个看法 那么都有一些基本面的优势 因为五月一收市创立是新高 好那所以呢相对来讲 我觉得它的拉回是可以买 另外一档是日新月异 那日新月异这两个股 主要是看它的产品线 在下半年会大爆发 好不好 这些股票我都会跟各位分享 另外一档呢 第三档叫做西楚霸王 好西楚霸王在 到底西楚霸王是哪一支股票 它未来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爆发力 那在演讲会场当中 会跟各位分享 然后呢 然后就是归人沙城 好有一档归人沙城 这档归人沙城 今天冲上来 我在我在昨天印这张图的时候 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时候 它还没有上来 今天我先告诉你 它已经冲上来 已经冲上来 那还可以买 因为它在三角形狩链整理 那今天有点被压回 但是呢 它已经红棒已经上来 所以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当如果我们买股票 是买在相对的低档 那我们的安全度是比较高 我不喜欢去追股票 你发现 不管我怎么选 大概都是落在什么 落在一个整理区当中 而且我发现到 外资站在买方 就是法人 他站在买方 这些股票 我会在演讲会场 跟各位分享 然后最后 会告诉你一档 孤门独式的好股票 好那这样 孤门独式的好股票 我演讲会场来跟你讲 所以我想这一场说明会 我的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 现在台股刚好 经过了震荡拉回 那在震荡拉回的过程当中 一定有好坏股一起被杀回来 那既然好坏股都被杀回来 哪些股票是可以减 你不要减错 我的一个原则是 市珍珠就一定会发光 市珍珠就一定会发光 什么叫市珍珠就是一定会发光 我只要往好股票里面去挑 那如果它是珍珠 它就会开始发光 对吧 一月份我们发光的珍珠是谁 一月份你来演讲会场当中 你听到我讲的叫做 八三四一的日友 当时跟你讲的日友的 这个股价是在哪里 是在一百一十五到一百二十块时间 我一直告诉你 一百二十块以下的日友可以买 这是今天收盘的日友一百五十八 最高冲到一百七十六块半 好然后呢 二月份跟你谈什么 二月份跟你谈北京鼎泰峰 不是小笼包 北京鼎泰峰叫做金鼎 三四一三的金鼎 当时我们九十六块再买 结果金鼎最高冲到哪里 冲到一百八十二块 冲到一百八十二块 那九十六到一百八十二 你看看多多么的 多么的一个令人惊艳 所以经典的股价冲上去 那今天大跌了 因为已经涨完了 所以收在一百五十二 三月份呢 三月份跟你谈到叫做华邦店 当时跟你谈的时候 大概在十二块附近 结果华邦店这一波最高冲到了十九块七 那个涨幅超过六成 我先跟你讲那个涨幅超过六成 你会发现到只要我锁定的标的 股价都会大涨 那只要好的 那股价都会大涨 那么华邦店的部分 今天收盘也有十八点一 然后第四五月份 这三月份四月份 我跟你谈到的就是 6196的凡轩 有没有 从三十七块涨到了四十五块八 那个涨幅也蛮大的 那五月份呢 五月份更精彩 五月份跟你谈到的是 这个3105的吻帽 有没有 吻帽当时我跟你讲的时候 126128左右 五月份 五月十一号我们再买 我们当时办演讲会的时候 就跟你谈到这次股票 结果股价衝到一百六十二块半 所以呢 一月份是日游 二月份是金鼎 三月份是华邦店 四月份是樊宣 五月份就是上一次的演讲会 那我跟你分享的叫做文貌 那这个礼拜六六月份 想不想知道是哪一支 欢迎各位可以打电话 接下来报名 好 那我先把我的这个 就是他的一个时间 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6月17号的礼拜六 早上在桃园 下午在台北 所以我有两场的一个说明会 早上是在桃园 下午是在台北 欢迎各位打电话 接下来报名 然后在这场演讲会堂里面 我挑出了几支股票 如果你挑不到股票的话 我挑出了几支股票 那这几支股票 一定有我买它的理由跟利基 那我会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些股票 为什么就有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呢 那现场会堂当中 我会告诉你 六月份我最看好的那一支 五月份我最看好的叫文貌 结果文貌真的胖上来 好 一月份我最看好什么 日游 日游真的就像大涨上来 二月份是金鼎 我最看好 三月份是华邦店 我最看好 四月份是樊宣 五月份是文貌 六月份欢迎各位 打电话进来报名 所以我想这场演讲会 就是刚好碰到大盘在大跌 所以呢 那我在想 很多人就对于未来 可能很彷徨 所以很彷徨的情况之下 我就告诉你 哎 该怎么做 该怎么来选股 市珍珠就一定会发光 相信我 好 所以我想回到大盘的结构 来看的话 我的看法是整理了 要整理 两线嘛 两线理论 这条月线 这条季线 然后呢 跌破月线 就是一个整理盘 那在这个整理盘的过程当中 你大概要做几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调整持股 所谓调整持股就是 把你的股票 挑出来 哪些股票 它不具备 所谓的价值 你用价值来衡量 如果不具备价值 我建议你就卖掉 不然你就会这样 不然你就会这样 第一件还在亏损 你告诉我怎么去判断价值 你告诉我先进光 要怎么判断价值 股价最高冲到73块9 一档亏损的公司 股价可以涨到73块9 就算你跌回来都没有用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判断 你的价值 我不知道你今年会赚多少钱 你所有的东西都叫做梦 但是它是不是难科一梦 各位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一档个股如果它不赚钱 它就一定要有很大的理由支撑 否则它的股价会从高档摔下来 那所谓的一个很大的理由支撑 是什么样的一个支撑法 基本上我们的判断准则就是 你给我第一本一笔 很简单 你给我第一本一笔 譬如说 我用我的顺德威力好了 顺德今天最低达到50块 顺德今年预估在4块半到5块 所以当他打到50块的时候 本一笔大概10倍 对吧 很简单判断嘛 那顺德今年要配息2块半 所以当他打到50块的时候 本一那个现金值利是5% 那我问你顺德会崩盘 不会嘛 50块就会收回去嘛 你要了解到怎么去判断一档个股 虽然最近顺德是外资投信 全部给我站在卖方 最近的外资也在卖 投信也在卖 现在只能靠长线的买盘 进来把你收走 所以顺德这样 个股我跟各位谈过 就是今年如果估你赚4块8 那你来到50块 这本一笔大概10倍出头 然后呢 今年是具备配息2块半的优势 所以你的现金值率高达5%以上 既然你具备低本一笔 跟高值利率 那股价的修正回来 它就会被中长期的买盘 去承接掉你法人的卖压嘛 好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准则 当然你手上的个股 如果不具备低本一笔 也不具备高值利率 那我建议你可能该调节 也该调节 好吧 那我想最后我再跟各位分享 就是礼拜六 欢迎各位打电话 接下来报名 礼拜六早上 6月17号 礼拜六早上在桃园 下午在台北 万点新思维赚钱新契机 我挑出了几档好股票 然后呢 会给你 会告诉各位一档 分享一档 孤门独师的好股票 欢迎各位 打电话接下来报名 谢谢今天收看 明年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